10月4日,张本志和领衔的日本男队继续出征2022年成都市井赛的比赛,他是日本一哥,加上日本男拼只有四位运动员参加,因为男单高手,2021年东京奥运会混双冠军水谷孙早已退役,绝对主力丹宇孝希因为流感阳性退赛。 所以,张本志和绝对是日本的领头阳,每次比赛的一单选手。 然而,张本志和打欧洲的罗马尼亚队时,居然爆出大冷门,一杠三输球了。 幸好日本选手户上,孙甫一人拿了二分,日本队才由此而3比2险胜,继续冲击小组第一名。 双方一单对阵时,第四局张本志和打奥维迪乌,约内斯库。 张本志和刚上来,就8-11先丢一局,第二局张本志和还是开局不利,跟着6比11落败,大比分0比2落后被逼入了绝境。 难道要被3-0横扫吗? 第三局张本志和总算打出了一定的气势,利用自己反手拧拉的优势,在速度上压制住了对手。 松一口气啊,以11-7扳回一程。 可惜,第四局张本志和开局2比8落后,最终以5-11输光,1比3暴冷输球。 球迷叹息。 哈哈,张本志和一直叫嚣,要3-0战胜樊振东啊,马龙啊,这个水平还是差很多吧。 张本志和是成都籍贯啊,籍贯是爷爷奶奶的故乡, 张本志和的爸爸妈妈,妹妹成为了日本人,但是爷爷奶奶,外公外婆还是四川人,因此成都的球迷对他算是很热情的了。 张本志和爆冷输球,真的不应该,这是马龙、樊振东不可能出现的。 诙谐一下,张本志和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会在后面的半决赛和决赛中,3-0横扫中国南拼的老将马龙,为自己证明的。 当年,张本志和直接4-0打的张继科退役,这一次马龙职业生涯,最后一败应该也是输给张本志和呀。